男人猛地将激素注入了心脏 剧烈的疼痛陡然出现在了脸上 极致的黑暗也布满了整个眼眶 只是一瞬间 他体内的异形就得到了释放 这是一部不仅融合了毒液和降临的核心设定 还是有着俄罗斯版异形之称的科幻恐怖片 故事开始于还未解体的苏联 那是人类第一次踏入太空 却意外带回来了一个未知的外星生物 两名完成任务的宇航员在准备返航时 返回舱突然就受到了莫名的撞击 等到舱体恢复平稳后 他们却发现有什么东西附着在了窗外 很快返回舱成功着陆 但其中一名宇航员却已经死于非命 仅剩的阿强也浑身是血一脸惊恐的模样 军方连夜将阿强带到了绝密的研究中心 可诡异的是 仅仅过去了一天的时间 重伤垂死的阿强就已经彻底康复了 研究人员还试图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对于着陆后的事情 阿强却是没有了任何记忆 为了弄清楚真相 军方只能寻找外援 将神经领域的专家阿珍秘密带到了研究室 可通过对阿强的面谈评估 阿珍却发现他思维缜密 完全不像是大脑受损的模样 唯一能确定的是他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但也跟被囚禁与此有关 不明所以的阿珍当场就跟将军请辞 可将军却执意让他再住一晚 他没有跟阿珍解释什么 而是让手下开启了阿强房间内的所有隔离门 就当阿珍一头雾水时 房间内的阿强突然浑身抽出了起来 接着又猛地翻身跳到地上 口里也随即吐出了一条类似脊椎的异形生物 他在地上蠕动了一会后 很快就将四肢伸展了开来 阿珍壮着胆子来到门前试图近距离观察 这一下直接把阿珍给吓懵了 将军这时也将缘由告知了他 原来在一开始阿强只是被送进了康复中心 但在第一晚 突然现身的异形直接杀害了一名研究人员 出于安全考虑之下 他们才将阿强囚禁于此 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观察 他们也发现了一些规律 异形只会在每天凌晨的固定时间钻出阿强的身体 在进出时 他也不会伤害阿强 而是释放一种让阿强昏迷的神经毒素 并且离开一段时间后 他就必须得重新缩回阿强体内 他们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将他移除 可一旦离开他 很显然他和阿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 而将军找到阿珍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能够将一行和阿强彻底分离开来 于是 阿珍再一次壮着胆子靠近一行 他将一行吸引到了门前 接着缓缓地趴低身体 另一边的一行竟也开始模仿他的动作 并且他还发现一行似乎对玩具产生了兴趣 为了印证这个猜想 阿珍决定再大胆一点了 他让士兵给他穿上防护服后 直接打开了隔离门 而他则小心翼翼地将玩具放进了房间 等他刚一退走 一行就十分轻力地将玩具抱在了环影 看到他似乎并没有攻击预后 阿珍尝试着朝他伸出了水 可就在即将触碰到他的前一门 阿珍却悲催地被地上的粘液滑倒 这突如其来的响动也引起了一行的警觉 瞬间出击的他一把咬住了阿珍的右脚 眼看阿珍就要被他拖进去了 将军赶紧开启了房间内的灯光 这才成功将他救了出来 回到房间后 阿珍将他调查到的情况告知了将军 很明显一行已经对阿强儿子的玩具产生了依赖性 由此可以推断他已经跟阿强形成了意识连接 并且他还发现一行离体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这代表着可能要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完全摆脱对阿强的依赖性 彻底地失去控制 到那时候阿强也会因此丧命 也因此 阿珍希望将军能够尽早将阿强转移出去 这样才能得到更加全面的救治 但将军一口否决了 并表示真到了那一天 他会将一行连同阿强一起消灭 听到这些 阿珍第一次对将军的目的产生了怀疑 不久后 他又从监控中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阿强在白天和晚上的激素水平完全不同 这代表着有人在偷偷给他补充能量 在他的逼问下 研究员这才说出了真相 原来每天晚上他们都会给阿强服用安眠样 目的是为了主动引诱一行出来进食 而所谓的食物就是研究所里关押的死刑犯 因为人类在极度恐惧之下会释放出大量的皮质醇 一行正式以此为时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阿珍不含而立 于是到了第二天 他就直接找到了阿强 偷偷将他体内寄生了一行 并且每天为他吃活人的事情告知了他 他想要解救阿强 但前提是能够联系到外界 可阿强听到这些后却并没有任何惊讶 而是让他凌晨之后再来找他 到了晚上 他带着阿珍一路熟练地避开所有监控和守卫后 来到了存放他资料的档案室 原来阿强根本就没有失忆 他能够感受到一行所感受的一切 但为了活命他只能假装不知道 因为如果不这么做 将军永远都不会放他离开 但只要再坚持两周 等到上层派人过来审查后 他就能够恢复自由了 因此他祈求阿珍千万不要将这一切说出去 阿珍彻底地混乱了 可还没等他想明白 将军却又派人找到了他 没等阿珍开口 将军直接跟他坦白了一切 他从始至终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解救阿强 而是试图控制一行的力量 因为只有手握强大的武器才有资格保证和平 并且他也从没有将那些死刑犯当人看待 说完后 他再次报复性地带着阿珍来到了卫视现场 看到这一幕的阿珍再也忍不住了 他直接冲进了笼子里并站在了一行身前 不断地暗示自己并不恐惧 眼看一行还是对他发出了愤怒的色谱 他又赶紧唱起了阿强最喜欢的歌 让所有人震惊的是 暴躁无比的一行听完后竟真的平静了下来 阿珍身后的囚犯见到这一幕本想趁机逃走 却不小心弄出了声响将一行惊喜 所以最终他还是没能逃过被开始的命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阿珍借着继续研究的名义开始策划着如何逃离这里 他先是将守卫麻云后成功接到了阿强 但刚跑出大楼 两人却还是被士兵们包围 眼看士兵们直接开枪了 被逼无奈的阿强只能给自己注射激素 将体内的一行主动释放了 随着他一声怒吼 一行开始无差别地攻击着所有士兵 阿珍见状立马将阿强搬进了车里 接着直接冲破关卡逃出了研究所 与此同时 研究所内的士兵也几乎全军覆没 将军见状也只能亲自出马了 他穿上防弹衣后独自走进了黑暗之中 在见到一行的第一时间 他先是扔出一枚烟雾弹转移了他的视线 接着直接朝他倾泻出所有子弹 最终 在付出了一只手的代价后 一行终于消停了下来 将军挣扎着试图补枪 随着他扣下扳机 逃跑中的阿强也身受重创 而看到他的生命体征越来越衰弱 阿珍这才意识到他和一行的生命 已经彻底地绑定在了一起 这让他只能停下了车 无奈地等待着追兵的到来 很快 将军就带着手下打了过来 看着倒在地上的阿强 他让手下将失去意识的一行也扳了下来 此时的他依旧不想失去这强大的生物武器 但始作勇者的阿珍就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必要 见到这一幕 阿强强撑着最后一口气 再次和一行建立了一时连接 重新恢复力量的一行瞬间爆起 直接将三名士兵全部击杀 而将军也没能信 危机彻底地解除了 但阿强也成了强弩之怒 这时 一行又缓缓地朝他爬了过来 阿珍任命般地闭上了眼睛 可一行却只是闻了闻他的味道 接着就重新钻进了阿强的体内 只是一瞬间 濒临死亡的阿强重新清醒了过来 可他的眼里却看不到光了 阿珍告诉他自己一定会想到分离他的办法 可看着身后赶来的审查人员 阿强知道一切都晚了